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预告可以发现3月20号的快乐大本营 邀请了迪丽热巴 吴磊 刘雨宁 易大千和方艺伦等 是不是很熟悉的任用 这些人都是电视剧《长歌行》的主创人员 迪丽热巴饰演李长歌 吴磊饰演阿史纳笋 刘雨宁饰演浩都 方艺伦是魏淑玉等等 这么多人凑到一起肯定是为了新剧做宣传 让我们一起期待电视剧《长歌行》上线吧 小编在这儿不得不夸一下我们美丽又性感的迪丽热巴了 在小编的心中 迪丽热巴应该是属于文静的女孩子吧 但是短短的预告片却让小编重新认识了这个新疆女孩 有个游戏环节是掰手腕 虽然是一个女孩子 但是迪丽热巴却巾帼不让须眉赢了 看来平时忙碌的她也没少锻炼身体 漂亮的女孩都是有原因的 不过迪丽热巴的综艺感真的是很nice 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 现场频频惊现她的尖叫 没有化妆 有肢体接触 抓住男人的胃 不过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 其次 周深即将又有一首OST歌曲《重现江湖》 看下期预告的时候 小编惊喜地发现 周深也在其中 而且模仿了长沙画 不愧是语言小天才 随时随地模仿其他语言 周深参加快乐大本营 绝对是又有新歌要发布了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呢 因为根据周深参加快乐大本营的习惯 每一次都是有新的OST歌曲要发布时 周深就会跟随主创团队 一起参加这档综艺 当初电影《带神令》上映的时候 主创人员和周深就一起参加了那期节目 周深是电影《带神令》片尾曲归处的原唱 所以说还是值得期待的 这部剧本来演员阵容就比较豪华 请来了实力与流量兼备的 迪丽热巴 吴磊和刘雨宁 现在又有周深和刘雨宁演唱OSC歌曲 看来又是一部必须要追的电视剧 不过追剧的时光可以听到周深的歌声 更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下期快乐大本营 请来了这么多综艺感和人气感的明星 不火都是一件男士呀 迪丽热巴 吴磊 刘雨宁 周深 一大千等明星 哪一位是您最期待的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